大河豚剩餘片到烏拉皮 还有北极贝等贝类新鲜海产料理后上说 光看外表就让人食指大动 实际品尝味道更是鲜美 这些全都是日本福岛县当地的县捞海鲜 业者刻意选用当地海鲜要向游客证明食安没问题 日本从8月底开始将福岛核电厂的寒川处理水排入大海 11月2号进行第三次排放 两个月过去了根据环境省公布的监控分析 周边海域的放射性物质远远低于标准值 虽然对处理水安全性的疑虑暂时解除 但日前却发生在核电厂作业时 五名工作人员遭到污水泼洒的意外 其中两人送医治疗 这里是福岛第一核电厂的中间储藏设施 那么在我后面远方的这个白色 还有水蓝色大型油桶 就是储存处理水的地方 那么从外海延伸一公里处 就是它的排水口 环宇新闻特别前进福岛核电厂采访 除了能远眺核电厂一二三号机的模样 现场包括除染后的土壤堆积如山 以及大量的处理水储存草 并排在核电厂周围 环境省透露 过去有住人的地区储染作业已近乎完成 这些暂时储存的土壤 必须在2045年前全数移出福岛线 311大地震经过12年 从强制撤离到除染后居民陆续回家 核电厂处理水开始排放 虽然脚步缓慢 但也正一步一步朝着废炉的目标前进 期盼早日走出核灾阴影 环宇新闻十七号日本福岛采访报道 世界局势变化莫测 你我都身在其人 国际间合纵连横 外交 政治 经济 军事 科技 无所不争 无所不战 环球大战线 全方位观点 与您一起剖析战略 走进环球竞争 最前线